政府跟媒体之间的关系 这题超级重要 刚刚一开始很多网友就留言 哇 十连败 这是NCC 十连败 了不起 外交部九连段 两个比赛 觉得谁会赢呢 我们中间又赢了 但是这个赢没有任何的喜悦 没有任何喜悦 北高行重新重重打脸 我先让这个靳平来讲一下 靳平常在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这个 也知道这个NCC 了解这个政府 NCC对于中间的打压 过去有很多的财阀 我们在节目当中 不厌其烦的给大家解释 因为很多的细节来看 比方说同样的新闻 绿媒做了这样的报道 我们做了这样的报道 但是绿媒平安无事 中间一切罚单 就是20万 30万 40万 到现在为止 NCC十连败 你怎么看待这个十连败 我先讲这个之前 以这个标准来看 最近不是那个王毅川说 大陆的高铁没靠背 那个是假新闻 他们要被 以中天被罚的这种状况 他要被罚连几百万都不为过 我说如果是这样 他们的真伦节目 那NCC十连败真的是咎由自取 为什么被大家讲成脏兮兮 光是这个案子 我印象也非常深刻 那时候那个中天那时候在讨论 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这是发生在2020年2月21号的时候 那时候在中天新闻声喉咙节目 我讨论到突然有观众call in进来 就是在讲这个台上的这个父亲 他是台上的父亲 然后说是他的儿子 他在质疑说 他儿子遭这个机关署的新闻稿 质疑是那个时候的疫情的这个感染源 他就开始质疑 那NCC后来就裁罚中天 那第一个当然包括这个 他在里面讲出来说什么 因为中天根本压根没想到 因为那个是live的call in现场直播 压根没有想到 他会直接把医院的这个等等讯息讲出来 当然后面很多有关于疾病疫情的这个管制 也是后面在立例相关法令的时候更严格 可是当下他讲出来之后 然后后来NCC罚中天 然后包括当时一审判中天的这个败诉的时候 台北地方法院是讲什么 法官竟然说什么 你怎么不去辨识当下那个 所谓台商父亲的身份 然后你怎么 任何人非专业的人员 怎么可以去做这个所有的 这个机关署所讲的事情说三道四 后来这一些说法很好笑的是 被北高行打脸 北高行还去教训那个法官 我跟大家讲 我就念一段文字跟大家讲 北高行认为说当时判中天一审 败诉的判这个 这个抗法的这个判决 他是说倘若call in的人 确实是浙江台商父亲 他所叙述的是自己亲身经历见闻 并没有虚构夸大 纵使他对指挥中心所发布的防疫信息 有一些质疑 你也不可以就这样擅自推定认为说 哎呀混淆误导夸大 提供不实感染研信息 北高行的法官叫 北高行的法官非常的名利 他就直接讲你一审法官你怎么讲 而且他在里面还指责说 你一审法官你说这个 call in者身份是不是这个台商父亲 那你有没有传他出庭作证呢 你没有 你骂中天说 没有办法确认这个call in者的身份 没有办法这个查证 然后没有进调查属实 那北高行的法官也打脸 台北地方的一审法官 他也认为说那你也没传对方啊 你也没去查证啊 你自己骂人家没查证 然后你自己法官不查证 然后被北高行的法官打脸他 这不是讽刺又好笑吗 典型的只准州官 这个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更何况我一开始是不是强调 Live直播节目 就算现在在网友在上面写 你没有写我住哪里 把自己的个资 曝露得非常清楚之前 你说你是谁谁谁 我们就只能说你是谁谁谁 照你所认定 所陈述的名称给大家听 而且当时还是电视台 Live的这个直播的这个 根本没办法切断 直接是下午直播的这个节目 他讲打电话进来 就直接这样讲 你怎么去查证他 我们又不是国安局 马上可以 韩平哥我们去追踪一下 那个讯号来源 台北市仰德大道 他真的是国安局吗 什么可能啊 中天又没这个设备 我们又不是这个外泄消息 那些美国泄密门 这个设备也违法 对啊 所以根本没办法追踪他 你怎么去查证 所以北高行就强调说 中天的主张 节目是现场直播 无法预知任何人会call in 那自称浙江台商附近 打电话call in进来 那你现在台北地方 你自己也不去查证 也没有传话拿出顶啊 所以最后判这个台北地方法院 本来判中天这个抗罚的 这个官司一审败诉 他就发回更审 打脸这个 所以我觉得NCC 你面对这样一个状况 之前的这个九个案子 都已经九年拜 现在十年拜 那我真的觉得 然后你现在最近这几天 这最近几天的 也另外一个夯克的新闻 就是他要去闯关这个禁电室 所以我真的觉得 陈耀祥真的很赶 对啊 很赶 这样一个NCC 刚刚这个靳平一讲 他就清楚了嘛 那个来弄去卖 这个多么不合理你知道 但是当时我们怎么申诉 没有用啊 40万呢 然后现在十年拜 中天就是这样 一个一个不公平的财阀 最后关台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